日前,台湾民众党主席台北市长柯文哲抛出在厦门与金门间建设大桥的主张,该一体是迅速引发了岛内的舆论热议。 他18号就在金门说,金门是两岸纷争缓冲的示范地点,厦门新机场和金门近在咫尺认为坐一条桥,金门的问题就解决一半了。 民进党当局则是习惯性地出来跳脚,把柯文哲打成了所谓的台湾吴三桂,而在大陆呢,他的主张得到的点赞尤其多,都说他务实又有远见。 那柯文哲昨天就出来反击说,他的提议被当成政治议题来讨论,但是要知道,小三通当年可是蔡英文提出来的呀, 怎么当年蔡英文引以为傲的政策被民进党人阴阳怪气地抨击呢? 他还说,所谓的夏金大桥方便解放军进攻的说法真是没有志气,怎么不说方便台军反攻大陆呢? 那自从当选台北市长后,柯文哲在两岸关系上是一直走自己的路,他多次访问大陆,出席双城论坛等等, 他的两岸观点被视为是务实又较为温和的。 柯文哲罕见夏金大桥与他多年来的两岸主张一致,务实、理性、可操作,又是有眼见、有智慧的。 那我们也希望,一旦时机到了,条件成熟了,夏金快海大桥能早日建起来。